记者吴正峰台北报道 景气不好 房东遇到持缴租金的房客 多愿意通融 但时间一旦久了 影响自身权益 逼不得已的收回房屋自保 有时会与房客发生冲突 台北地院法官郭力经今天4日 透过台湾司法人权进屋协会表示 法律规定房客欠租超过两个月时 可终止租约 此时若要上法院 记得被妥垂教记录以佐证 郭力经指出 明法第440条第一项规定 承租人租金有持缘者 出租人得定相当期限 催告承租人支付租金 如承租人于其期限内不畏支付 出租人得终置租约 同条第二项 租赁五位房屋者 持付租金之总额 非达两个月之租额 不得已前项之规定终置租约 其租金约定于每期间是持支付者 并应于持延给付于两个月时 时得终置租约 郭力经解释 由此可知 房东必须等到房客欠租总额 达两个月租金 并且持延给付超过两个月 还要经过催告几付租金仍不付程序 房东才可以合法的终置租约 郭力经强调 终置租约后 如果房客还是执意不搬走 房东可提起诉讼 请求返还租令五 等拿到确定判决后 才能声请法院强制执行请房客搬家 可千万不要任意莽撞换索 断水断电 以免误处行则 郭力经提醒 通知房客限期缴租 终置租约 可用存证信函 简讯等方式 并留下相关记录佐证